母亲房间每晚都会传来奇怪的声音 为了一探究竟 大儿子将对档机连通电源 在确定没被母亲发现以后 哥俩捏手捏脚的偷偷潜入母亲房间 然后将实时收录的对档机 偷偷放在了母亲床下 而床下凌乱不堪的杂物 令大儿子是更加疑惑 母亲每晚都在房间干人嘛 然而就当大儿子准备就绪离开时 母亲突然上了楼 进入房间的母亲先是愣了一下 索性没发现异常 随后他静止走到镜子前 妖娆的脱下了披肩 然后开始无声的缓缓摇摆 在镜子前尽情的欣赏自己的美妙的身姿 然而这还不尽兴呢 他转过身去打开音响 但这少见的一幕 简直把大儿子吓回了 这超出了他的认知啊 平日里那个光鲜亮丽的母亲形象 与此时显得格格不入 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 大儿子更加怀疑 眼前的这个举止豪放的女人 还是自己的母亲嘛 他怯懦的后退 转身时他又看到自己送给母亲的手工画 竟然被丢起在了垃圾桶里 母亲这边也许是跳泪了 在重新披上外套以后 他来到卫生间抽烟 但在洗手间的镜子面前 他依然没有闲着 继续欣赏着自己的美貌 严格意上来说 应该是欣赏自己的全脸头套 貌似是女人刚刚怎么容啊 然而正当他又离开时 他在地上发现了那张儿子 送给他的手工画 于是他一把抓起 并毫不犹豫的撕毁 然而这一切不动寻常的表现 都被大儿子看在了眼里 回到房间以后 小儿子则大胆的告诉哥哥 当然哥俩有这样的猜疑 并不是空血来风的 两天前离一的父亲 把他们送到了母亲这里度假 此时离哥俩没见母亲 已经过去一年了 而不受母亲待见的父亲 在简单交代完以后就离开了 哥俩兴奋的跑去屋内招母亲 然而刚推门而入的那一刻 令哥俩傻严了 只见母亲房间不仅混乱 而且沙发上的盘子里 残羹的鸡骨头上方 还盘旋了两只苍蝇 正当哥俩疑惑是 一年未经的母亲 带着全脸头套黄欢走了出来 而当母亲看到自己儿子以后 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 只是简单解释了一下 自己是因为挤爆了一个青春痘 所以才戴上了全脸头套 很明显啊 对母亲的强行解释 俩儿子此时心里肯定是不相信的 不过毕竟是一年没见面了 俩儿刚回到房间 母亲就拿着礼物走了过来 他送给大儿子一个 他最喜欢的大王蜂机器人 随后母亲又给他立下了 三条在这里度假的规矩 第一 不要在房间乱跑乱叫 第二 不准进我的卧室 第三 不要进院子里的仓库 虽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这样说啊 但董事的哥俩嘴上还是答应了 随后 大儿子送给母亲了一副 他的手工绘画 母亲感动的一把抱着了大儿子 晚上大儿子依偎在母亲的肩膀听故事 故事结束以后 母亲准备起身离开 突然大儿子喊住了母亲提醒他 You didn't sing the song 然而母亲回应他 孩子你长大了 不需要妈妈再唱哄睡歌了 说完就离开了 此时睡在上部的小儿子 对大儿子又是一顿质疑的输出 大儿子则是为了自己能睡个好觉 自己轻声唱起了哄睡通腰 然而这一切都被门外监听的母亲听到了 然而熊孩子往往充满了好奇心 第二天 哥俩就兴奋的朝母亲社的禁区仓库走去 两人顺利进入仓库以后 大儿子顺势去了二楼 在这里 他除了找到一些自己儿时的书 再无其他发现 不过在二楼柱子上的一个枪眼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随后两人相恩无事离开仓库 不过好巧不巧吧 就当小儿子出击以后 大儿子就被母亲一把抓住 并狠狠地撂在地上 并警告他不守灰职 从此不能再踏出家门半步 女人酒后被偷拍 随后照片被放大一百倍 紧接着小男孩拿出一张照片 并指着眼睛对哥哥说 看吧 母亲的眼睛是绿色的 而这个人的眼睛是蓝大 得足以证明 现在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真母亲的 弟弟还怂恿哥哥赶紧报警 然而话音刚落 门外传来敲门声 没错 就是他们怀疑的母亲 母亲喊他们出来吃饭 但经过弟弟的恐吓 他此时已经吓得不饿了 他表示 希望母亲不要打扰自己 好在他们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母亲的注意 到了晚上 他儿子看着三年前手机里 母亲哄在睡觉的视频 那时候母亲对自己和弟弟关爱由至 呵护有加 可他把手机开得太小 手机声音顿时引来了母亲 母亲冲进房间 一把夺走他的手机 并气冲冲的拿到水石 摔碎 并打湿以后扔给了他们 哥俩尖状也不敢言论 现在母亲的所作所畏 和视频中三年前的母亲 简直攀弱了人 这让小儿子更加坚信 这个全脸头套下的女人 不是自己的母亲 于是他再次怂恿大儿子 去一探究竟 大儿子也很憨 趁母亲洗澡摘下全脸头套时 他鬼鬼祟祟的弯腰靠近 看着眼前五厘米厚的面膜 他上手就去撕 然而当他刚触摸到面膜时 被母亲一把抓住了手腕 面对母亲的质疑 大儿子直接捞走了一个瓶子 砸向了母亲 回到房间以后 他奔力堵上门 然而这时小儿子还鼓励大儿子 没事 有中部挡着 他应该进不来 说不知话音刚落 母亲就气冲冲的闯了进来 此时大儿子恐惧到 急着后也不怕了 他坦言 我和弟弟一直都认为 你不是我们的妈妈 然而听到这话的母亲 上来就是一巴掌 此时大儿子愤怒的 让小儿子也证明一下 他不是我们的妈妈 然而不说这句话还好 说完这句话 母亲更生气了 一把拉起他朝浴室而去 并打开冷水 表示要让他好好清清清清 也不知道这招是 折伏了大儿子 还是真的交响了大儿子 他一直在叫着 妈妈妈妈妈 我吃了妈妈 然而躲在门外 尽收尔敌的小儿子 一直相安无事 甚至任何事都与他 扯不到关系一样 刚受训过的大儿子 正躺在床上懊恼 这也是小儿子贴心告他 此地不可久留啊 我们还要立刻 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 然而天不碎人怨的 哥俩一出门就遇到了雷雨 竟然出去了 就不好意思再回去了 于是两人在附近 找了个地方避雨 好在一点醒来 他们被巡逻的警察发现 在简单问询完之后 警察竟然将他们 送回到了家里 此时母亲已经在外面 等候他们很久了 原来是母亲发现 儿子失踪以后报了警 自从警察到来以后 母亲就摘去了头套 此刻孩子们也是 自从来度假以后 第一次看到了 离别一点的母亲 摘掉头套 露出原本的样子 此时退去头套的母亲 显得知性且优雅 在他与警察对话时 他为了照顾儿子的情景 想让他去上楼睡觉 此时的母亲 简直又和面具下的母亲 旁若两人呢 但不是怎么的 母亲在一楼与警察谈话时 谈着谈着就哭了 此时警察还温馨地地上了指尽 这一切在大儿子看来 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啊 送走警察以后 母亲来到了儿子的房间 他感性地说道 为了找女 女人被绑在床上审问 你绝对不敢信 绑他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孩子 看着疯狂中斩的母亲 哥俩表情冷若冰霜 大儿子甚至拿出了一张照片 质疑女人不是自己的母亲 因为母亲的眼睛是绿色 而她的眼睛是蓝色 女人听过笑了 她表示自己在拍这张照片时 戴了有色隐形眼睛啊 如果不信 可以去她包里看看 今天女人强词多厉害的狡辩 大儿子索性豁出去了 她端来一盆热水 直接浇了过去 并大声质问 她自己的妈妈在哪里 此时被折磨的女人 大声斥责儿子 我把你养大 为你熬夜 做所有让你开心的事 我就是你妈妈 听到这儿 大儿子终于爆发了 她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又从床下 拿出了第二个证据 一张被女人撕毁的手工画 她质问母亲 为什么要撕毁 自己送给她的画 如果真的是我的母亲 她是不会撕破我的画的 她甚至会保存起来 她会收藏起来 而且我的母亲 每天晚上睡觉时 还会给我唱哄睡歌 而你就不会唱 此时被绑在床上的女人 是越听越伤心的 似乎孩子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在割她的肉一样 她悲痛地望着孩子 伤心地气不成声 而这时身旁的小儿子 一直在停用加速 说她只是整容的项目 便送有大儿子离开这里 也让这个女人在这儿 自生自灭 但大儿子在看到 眼前这个女人 泪干断肠的模样 似乎又不像是在欺骗 最终 不忍看女人 伤心落泪地哭出声来 她拿出了一只袜子 抖着了女人的嘴 看着眼前女人的真诚 她终于动摇了 她疯狂地在家里 翻着母亲的包 向证明下 这个女人说的真假 然而这时 弟弟走了过来 她一眼就看到了母亲的包 她主动大喊哥哥过来 并立马表示 咋的 我说的是真的吗 这女人就是一直在撒谎 包里根本就没有 她说的有色眼镜 最终 在弟弟的怂恿下 他们决定去找爸爸 然而就等两人出门时 两个巡逻警察经过这里 好在大儿子用了十个理由 才没有引起警察的怀疑 带警察走后 弟弟出来对哥哥说一句话 你可真不会说谎 也正是这句话 让大儿子恍然大悟 于是 他借过忘了拿东西 又返回母亲的房间 他眼睛盯着母亲的包 心里却已经在质疑 弟弟说过的话了 他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母亲的包 果然弟弟撒了谎 母亲的有色眼镜 赫然就在包中 此刻弟弟也闯了进来 并激动地要求哥哥听他解释 但此时 大儿子终于看清了现实 他挣脱弟弟的纠缠 一把把弟弟关在了门外 他着急地跑去给母亲松了帮 母子俩终于释然 并且互相原谅 嗯 母子俩 嗯 就是母子俩 看到这 细心的网友应该能看出来了 影片从始至终 都是母亲与大儿子对话 首先 哥俩刚到母亲家的时候 明明房间有两个孩子 而母亲却只带来了一个礼物 并将他送给了大儿子 完全忽略了小儿子的存在 其次就是 母亲陪两个儿子看电影时 母亲只有和大儿子离得比较近 而且身子还侧向大儿子 再次完全忽略了小儿子的存在 最后就是 哄孩子睡觉时 母亲会亲吻大儿子的额头 并到晚又忽略了 睡在二层的弟弟 当然类似这种伏辟还有很多处 相信洞察里烧墙的网友 应该都能看出来 其实最后母子相拥以后 刚才还在疯狂窍门 与闯进房间 阻止大儿子救母亲的弟弟 此事已经消失不见了 由此可以证明 弟弟一直是大儿子幻想出来的 你要问我 到底有没有弟弟这个人呢 我可以说是有 也就是三年前 哥俩在仓库玩耍时 哥哥不小心 用墙误伤了弟弟 这导致自己双胞胎的弟弟 离开人世 也正是因此 身为大儿子的哥哥 从此留下了心理阴影 相信他最后 在与母亲真诚相拥的一刻 他真正的释怀了 也真正的走出来了 而这一切 都是为母亲无私的爱 唤醒他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